SOP固定 反正你要抓資料的話 就大概固定了SOP 所以待會我們改成下載 Yahoo的新聞 可以從YouTube的這種下載YouTube的流程 再可以轉移 因為這個是算最基本的 他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先用Request 先去Get到這個網址的東西 再利用BeautifulShip 去把這個東西 這個物件裡面的Test東西 再抓過來 丟給SP的物件 那透過SP裡面的FindAll方法 找到所有的 所以FindAll裡面有一個叫Find 跟Find是Find一次 FindAll是Find全部 當然呢那個書上 也有講用Slate Slate也是要Slate一次 那SlateAll 也可以Slate 就把所有東西都抓回來 但我發現兩個方法結果一模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 你乾脆用其中一個就好了 兩個方法一樣 那幹嘛 看起來好像都一樣 你可以FindAll 把它的標籤抓過來 把它的Class 抓過來 不過有些網頁喔 他只有標籤 沒有Class 這個是沒有的 那你就要用 其他的方法 像那個Yahoo股市資料 因為他已經是20年前的產物 20年之前弄好到現在 好像沒什麼更新 所以他沒有CSS 沒有Class 沒有Class怎麼辦 所以你要見招拆招 沒有Class沒關係啊 我們還是可以 再用 前面的標籤 還是可以一層一層把資料抓過來 好那再來就是說 抓到之後呢 丟到一個List裡面 那我就用Ford回圈 把裡面一個一個的抓出來之後 然後再用那個Strip 所以特別重要 這邊不能用Repplace 為什麼不能用Repplace 我剛剛 有用Repplace 但是你會發現喔 貼到那個什麼呢 None WebPlus 我講過啦 貼上去他不會顯示對不對 那他有個很好用的照妖鏡功能 這個功能我蠻喜歡的 就是什麼 特殊資源裡面有顯示所有資源 他就會出現什麼 原來他這邊有個 CRLF CRLF 所以你可能如果用Repplace 你可能要先取代空白 然後再取代反斜線R 反斜線N 才有辦法全部取代掉 如果用Strip的話呢 就全部都刪了 所以Strip 理論上就是把 空白 跟 那個CRLF 全部去掉的意思 OK喔 Strip 又多學一招 字串裡面的那個Strip Repplace是只能 replace 單一種 但如果說你要多其他的畫面 你要做兩次 對不對 兩次是可以啦 就是說 當然程式我講過 選越少越好嘛 沒有人在那邊 寫越多越好 OK 所以 這地方的話 這也是 前面講過的功能 這還蠻好用的 有沒有 那個Nodeway++ 裡面 可以看到我們要的 所以這邊的話就加一個 電 Strip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不過他好像 會出現 記得加一個 小刮鬍給他 OK 那這樣的話呢 執行完 就會是我們要的結果 那 後面當然你也可以再怎麼樣 把它塞到Database 因為像我是希望整理我自己的YouTube影片 那我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影片抓下來 然後塞到Database裡面 以後的話我就可以找到 欄位是標題 欄位名稱標題 這個放進去 然後呢 他的網址 再來 也許我可以再去做一個 什麼那個整理 OK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它改一下 假設說我今天 希望把類似的 這樣的範本 改成去抓什麼呢 抓那個 Yahoo的 焦點新聞的話 第一個 我們要先找到Yahoo的 新聞好了 也許 焦點新聞 我們Google 這邊 找到那個 Ctrl C 這邊的話 貼上 找一下 Yahoo的焦點新聞 在這裡 那 第一個的話我就找到 Yahoo的那個 焦點新聞 那 就這個 或者我先到首頁裡面 好 首頁裡面的話呢 我就找到那個新聞 首頁裡面的新聞 然後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抓什麼呢 抓這些資料好了 假設我今天進來之後的話 我希望把這些資料 通通幫我抓出來 而且超連結幫我把它 列出來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呢 那一樣的方法 沒有全面先關掉 第一個的話你會發現 這上面呢 其實它 本身是一個文字 一樣嘛 所以第一個 按F12 或者你按右鍵 先檢查也可以啦 我的習慣是先按F12 Step1 Step2的話呢 就是箭頭 Step3的話呢 就是點它 OK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它的相關 再點它一下 它就出來了 我們東西都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去看一下 一定是個A 超連結在這裡 不過它的class 放在這個第一個標籤 它class放在第二個標籤 其實不影響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個標籤這麼一長串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那個雅虎股市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找到它的 共通點 特別是共通點 你會發現每一個 好像都共通 很多地方都一樣 我如果希望把這些資料呢 全部抓下來 並且能夠在那個 我們的這個下方 去幫我把它全部找到 並且幫我把它列印出來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有沒有 就出 13 就不出 就出 什麼 就出不來 這什麼 是我看錯了嗎 就出不來 這什麼東西 就出 就出 好算了 現在記者的數值 好 反正就是說把這些字 抓下來 然後呢 超連結抓下來就對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觀察一下 你要抓的東西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可能需要兩個 兩個 我要的那個資料 一個是我的文字 一個是 上面的超連結的話 OK 那其實呢你可以用 剛剛 YouTube的類似的方法 其實就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先新增一個新的 新的module 也有一個新的module module名稱 這名稱應該是可以用中文的 我用中文 下載 Yahoo的新聞 然後你也許你可以把 剛剛那個 YouTube的那個部分 你可以把它copy一下 其實有些東西可以 大概都一樣 把它拿來修改 那哪些地方改 第一個當然網址部分不一樣 那我要抓的資料呢 是在 這一個 網頁裡面 特別資料 那我要抓的東西呢 第一個我要是抓 Yahoo的首頁好了 首頁裡面的 這個焦點新聞 OK 那我要怎麼抓這個焦點新聞 第一個呢 我先把網址 先複製了 OK 然後一樣把它貼到這邊 他就幫我把這個網頁裡面的所有東西呢 都抓回來了 OK 然後網址給他 OK 第二的話 一樣把資料呢 爬 幫我爬到這個SP的物件 然後找什麼呢 一樣是找 所以我們一樣 再來就是找那個 他這個網頁焦點新聞裡面的這個 OK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按F12 不過呢 如果你按F12 他預設 位置會是在 那個 右邊 可是像 剛剛那個城市 他比較冗長 所以有時候 如果假設 我們預設的環境是在 這邊好了 在這邊 如果你這樣觀察 其實 有時候這樣點 有時候這樣點 看到他的城市 可是他城市太長了 會看起來 這邊變白白的 這邊 頂多你要這樣拉 就不方便 所以我的習慣 會在這邊三點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改個位置 他預設的位置 就是在那個右邊嘛 對不對 這個 你可以把它改到下面 也就像城市 比較長 如果比較簡短的 那就在右邊沒關係 可是如果比較長的 我喜歡 把它放在下面 把它放在下面的話 就點擊他就可以了 點他 他就跑到下面 我們可以再用那個箭頭 點一下 這個 就出不來 13個人 這個 這個連結 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spender spender OK 點他 不過呢我要的是什麼 他裡面的字 所以這個spender 裡面 他基本上 spender 如果你直接找spender的話 OK 其實你可以試一下 不過理論上 你可以再往上一層 理論上呢 因為我要超連結 但是這個spender 有沒有 這個spender 本身 這個spender 他本身呢 只有 裡面的字 所以我spender 可以抓到裡面的字 但是我抓不到什麼 抓不到它的超連結 如果我要連超連結都抓回來的話 那記得喔 你就要spender上一層 也就是說spender是 A的下一層 所以你理論上 應該還是要抓什麼 抓那個A的那一層 就是他爸爸 他父親那一層 OK 所以即便你找到你要找上一層 那他一樣是一個A 所以呢 我們一樣是抓什麼 抓這個A 所以一樣這邊呢 我們一樣是A 好 那後面的東西是什麼呢 後面的東西 一樣再找一下 他的 HREF下面 有沒有class A有class 所以這個class呢 把它點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找他啦 所以把它ctrl 只要我講過 其實這個class 中間如果空白的話 指的是說 他有很多種類型 也就是這個網頁裡面 他有很多種類型 他一個 一個這個標題喔 他具有很多種特性喔 那哪一個才是對的喔 其實有時候要試 要不然就把全部 Ctrl C好 如果你不確定說 到底是哪一個才是對的 你就把全部Ctrl C 然後呢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class 所以他的 標籤 他的class 貼上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找到 裡面的所有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A先註解一下 先把它print出來看看 看看是不是我們要的 Find all這些 把它直接print 那你會發現 他一定也是一個list啦 這個list一定是 這個 中瓜糊 然後並且幫你把這個 他找到class有這麼多喔 有有 這些 然後會有什麼呢 那個 颱風 等等的 你會這樣應該 就這些啦 不過太長了 一串 如果你要解析啦 我建議 你可以Ctrl C 貼到哪裡呢 如果你要看啊 我習慣還是把它貼到 Norded Bay Plus 然後記得 檢視裡面要自動斷行 就是這些東西 去分析看看 這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 不是的話呢 那你可以再往裡面再找 他還可以再去找一些特徵 理論上 假設好了 這個是我們要的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把這些 裡面的東西呢 再做 切 就是裡面的那個list 再把裡面的list 怎麼樣 for each s in這個v 並且把什麼 把它的標題 就是 找到的這個東西 裡面的特徵 應該不用strip 我記得好像 他沒有像那個YouTube上面有很多的 換行跟那個空白 然後呢 再來就是前面 網址這個 先不加好了 因為這個 這個前面 或者直接乾脆加那個 把那個Yahoo的 剛剛是YouTube吧 把那個Yahoo的 網址貼上 好像這個斜線會多出來 所以把它拿掉 那再去抓到他的超連結 把它print了出來看一下 結果OK呢 看一下 這時候的話你會發現 我們看到的結果呢 第一則 現在是變成什麼 瑪莉亞 江城台 OK 是不是也更新了 看一下 現在 焦點 重新整理一下 因為他這個 新聞 你會發現 重新整理一下 因為他目前已經更新了 所以現在已經是變瑪莉亞了 OK 後面又往下 所以基本上他是怎麼樣 他好像不只抓 這幾則 他連這個運動 娛樂 這些全部都抓下來了 因為後面的那些好像也是一樣的 那個 就是 CSS CSS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可以拿剛剛的那個程式 就是YouTube的部分 其實做修改一下 應該也可以做出我們樣的結果 不過我剛剛試一下 好像那個class裡面 前面這些其實都可以不用 因為這些好像是指的是 其他的標題裡面的樣子 其實好像 Store Store title好像就OK了 所以其實把它執行的話 好像只要Store title 指的就是這些東西 做出好像結果也是OK的 然後我們 不過這超連結好像本身就有了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前面這個好像是多餘的 所以把它拿掉 這樣的話 超連結部分 看到的結果就OK了 所以這個超連結應該是有效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把那個 Yahoo的 首頁上面 記得Yahoo首頁 在那個焦點新聞 裡面的 它的那個什麼呢 它的標題 跟它的超連結 試著把它get回來 使用的方法其實跟 YouTube也是一樣 所以 慢慢要熟練 其實我是建議就是說 習慣那個 使用 那個 那個 Chrome瀏覽機上面那個箭頭 試一下 呢 我